HELLO,大家好,属于月来,很多女士都应该在准备各大约会或训练 今个视频就与大家推介一种非常高质素的粉底 可以适合各种燕会用,而且会令到你眼光四尺吸引更多的眼视目光 不如说回旧油粉底和BB Cream有什么问题 如果旧油粉底和BB Cream加入了动物油脂,很容易令我们毛孔闭息 容易生暗疮、暗粒、甚至令敏感肌膚会触碰到 会越来越敏感、红痕、痕 有时会出油的很厉害或浮粉的现象 第二个问题要注意就是它的色素沉淀 如果粉底或BB Cream加入了很多化学成分 令到你久而久之化妆越久的日子 就会将化学成分进入皮肤 然后令皮肤越来越暗雅、灰灰沉沉 但化妆时会令到你很明显 但化妆时的粉底会令到你很明显 亦争对这两个毛病 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类型 例如抗物成分的化妆粉底 都适合大家用 其中一支我们很喜欢的就是J Eridah 这个产品成分非常天然 而且经过所有美国皮肤癌协会 所有成分除了是植物之外 都适合孕婦、敏感肌膚 甚至做完这些彩光的朋友使用 还有J Eridah 这条Line叫做Full Coverage Mineral BB Cream 这种粉底会高很多 无论是黑眼圈、暗仓人甚至雀斑都会遮到 如果我用这个粉底会 我会怎么用呢 如果当粉底会 我会加入少少透明质酸 或者面霜开起来用 如果要当做遮瑕膏 遮瑕疵的话 就会直接用 我就不混合任何东西了 然后再用碎粉 你会看到面很滑、很通透 而且是很Smooth 虽然价钱 这个粉底有点贵 520元 但它一枝用很久 而且它多功能 可以做遮瑕膏粉底 一物量用 那就不想我特地买一枝遮瑕膏 来用 而且它用完之后 你会不会变得灰灰沉沉 我用了大半年 都没有这个问题出现 而它这个拉筒 也有一种比较薄的粉底 它是比较水分重很多 加入了多一点的 Liposum 透明质酸 它的质地 就会比较稀深一点 如果大家想配合它的打底箱 它有一个 就是加入了西油成分 和橙的成分 还有加入了透明七酸 用了这个打底箱 这个妆容就更加贴 还有对比较 rim heures 它这个东西 它 Lewis 拿到这种 etiquette 的东西 店的话 也就是同学的 仔细 这面的东西 就是用东西 让它激活背 但是它有 waktu的东西 Collaborate 它还有这些东西 生羊酥的質地是很滑和很容易損失的碎粉 不會拿粉很多 它有Premel 剛才說的打底霜 裡面有很多西藥的成分 透明質酸 另外它有兩種不同類型的粉 這個就是一個Loose Powder的碎粉 這個就是壓縮了的粉 可以方便外出用 最後還有一個是一個Spray 這是一個紅石柳做的Spray 化完妝後就可以噴上臉 可以定妝 令妝容更貼服自然 所有成分都非常天然 適合很多敏感肌膚的朋友 希望今天有這個影片大家喜歡 Thank you for watching and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Bye Bye